欢迎大家来到《哥利亚的好奇中道》 Hello,我是Gloria 今天我请到一位相当有型的嘉宾 就是林长坤 Hello Hello,Gloria Hello,大家好 我有时候会不小心读了长棍 因为我记得很多人是叫你长棍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其实是长棍还是长坤 斯文点叫长棍 租俗点就叫长棍 长棍是 我也说了很多次 如果有留意我的都知道 我这个名字是怎样的 因为在马云城公司做主笔 他和我按的这个花名 即是谐音长棍 长棍 冷风吹变成了一枝棍 油麻地长棍真是你 九龙湾长棍 两个地方我都没有住过 真的 有些朋友都对你很熟悉 因为说真的 你三十多年来 如果我没有看错 就是三十多年来 都在香港做创作 是的,我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由出生开始就做创作 有些人认识你就是漫画家 有些人认识你是音乐人 或者我觉得你是第一代的 多媒体创作人 你是第一代的slasher 可不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的 我想也算是 是的 因为当年我记得我在文化传讯做主笔 经常在公司工作室 好像回家在公司睡觉 有些助手也和我一起在公司睡觉 我记得一天被我的助手骂我 骂我 他说你不要搞这么多外面的东西 他说我专心在公司工作室 我说我还不专心 我去公司工作室 我说小朋友 你不是很清楚 有些事情就是 你看不到怀景在变化 其实如果你不在外面 做一些不同的改变 你看不到这个行业 即迎接不到这个行业的衰退 现在我一以乘迁 我认同 因为当时我做雜誌记者时 我已经有做其他社交媒体的事 有些人叫做blogger 但当时传统传媒比较看不起blogger 有些同事就觉得 他很有名 但当时我副片 他相当有前瞻性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品牌 现在你出去做blogger也好 KOL也好 你照做建立自己的品牌 当时你就是这样 你做文化传信的主编 但又同时做其他不同的工作 可以这样说 是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应该正确点是主笔 主编对于我们来说是圈稿 我不是圈稿 很简单 我可以画公仔 他们圈稿就是圈十字头 那些圆筆 我们那些叫做主编 分镜、圈、圈 我们就要自己整个公仔画了 我们就叫做主笔 还有当时我开始做的时候 都是一本雜誌的一本便利 当时我分了时间 在一本便利那里画插图 这样就画插图 之后再在一些雜誌 射尊懒开始 开始在漫画中分裂了其他东西 我又多时跑去夹队 又分裂了一些东西 但追完索本 你本身画画的兴趣或是感情 是很小时已经开始了 我刚刚找到一个访问 我和我妈做的 我妈前段离开了我们 刚刚找到一篇 我和我妈一起做的访问 看她在说的 回顾 她说原来 naveg touch 他说我那时候开始画画 就是说我经常会戴本寶和紙筆 relative在外边 一定会改深 我觉得原来那样是这样的 你自己都不能记得 就是不知的 就是我何时开始 只能记得我真的有带紙筆 去拿本寶 是一定有的 但是何时开始 原来她其实 na uedacht 已经画画的是 接著就去了讀 沒有讀,我是不受教的人 我跟兒子相反 我自己教他會聽 老師教他也會聽 但我自己是一個很討厭被教的人 你要教我都挺難的 除非你要有一個方法令我投入 我就讓你教 我小時候已經覺得要有自己風格的人 剛才我找到訪問 我媽媽送我去樓下 家裡樓下有些教畫 她說我想來一堂 我就不想了 因為我畫到老師的要求 不用他教了 以後我還是自由聰聰 你從頭到尾都是自學的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是跟Youtube學習 很多藝人都是這樣 那時候是怎樣? 都是看書 看書臨毛和自己看 見識 然後用自己的方法演繹出來 完全是靠那個興趣和那個火 嘩 真是不得了 那團火就是由漫畫開始燒起 可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初有很多人跟我說 暗長君我記得他的果仗 真的記得當時的漫畫 是怎樣開始的? 我記得有些訪問你也說過 你是投稿的 因為當時沒有電郵 還是自己開過IG帳戶 還要有投稿的年代 是的 投稿 那時候 我想很多現在年輕人 還沒聽過這個名詞 是投稿 以前有很多雜誌 或者有很多漫畫書 給了很多機會 一些直直無名的人來投稿 像現在的IG Facebook Surfing like that的平台 但是嚴謹很多 我想說 現在的平台你可以畫個火柴人 你就走上去 說自己是畫家 是大師 只要你懂什麼叫做市場 你畫得多醜 你都可以變成一個大師級 但是以前不是的 以前我們投稿 我們被人拒絕 那時候我是每個星期都投稿 我是要找機會入行 也找機會刊登 一直磨練 一直被一些主筆 在漫畫書上評論 抗彈鐘 那又不是彈鐘 其實是好的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刊登你出來 會給你一些評語 其實那些就等於 我們現在考慮學家贈你幾句 我覺得 真的是金石亮言 因為你會改進 他會說出你的缺點 那時候投稿 投稿終於成功了 被人要了 也抗燈了很多 令到自己有機會 而且是訓練了自己的畫技質素 即是一些基本功 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每個星期都會做 你每個星期都會做 你對自己有要求 你今個星期不能登我 我下個星期一定要畫到你登為止 而且他們讓你入行 或者讓你刊登 其實是一個標準的考驗 現在根本沒有標準可言 你說我老套 我也是這樣說 因為真的沒有網管 網上的世界 但以前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起碼你真的被業界認同了 也被一個水準肯定了你自己 我覺得是挺好的 然後一直做漫畫 一直發展 之後又在哪個分水嶺 又開始說 不行 我要做其他創作 分水嶺 其實我也是做不到漫畫家 其實入行也是畫稿 在一些主筆的書後面 但其實也不多 後期也是存在你的形態 我有一段時間不做 我都沒有機會 我便跑了出去做設計 做設計師 畫質設計師 以及我開始教同人質 我發現世界又不同了 因為畫質設計師 其實我沒有讀畫質設計師 幸好那時 設計師的老闆覺得 你畫得不錯 而且我當時在漫畫書中 有做專欄 他說你也有一個基本砌稿的功力 我也請你 我還記得那個年代真的很久 大家還在用咪指貼 用格子指做到 我知道 我記得 因為我考回考的時候 同學是做這些事情 他還要剪紙 接著貼 有些同學貼得很漂亮 你真的現在看回 我覺得 哇 根本是電腦的級數 是啊 沒電腦 還有用針筆 畫一些線 是啊 我記得 很虐待 但其實很有趣 其實是另一個世界 還有搞同仁智又是另一個世界 你用了一個專業的範疇 你用了一個專業範疇 學習的東西 去搞同仁智 嘩 同仁智 同仁智 但用了一些很高質的畫法 放在同仁智上 挺有趣的 反而你看到很多同仁智 他們沒有進行 那些作者都很嚴慮 你自己也有好本領 也挺好玩 可能有些朋友未必知道 同仁智是甚麼 同仁智那時是一本 可否說是雜誌形式的刊物 同仁智其實是日本那邊開始有的 其實是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出一些大家都很想出的刊物 尤其是漫畫 其實很多都是屬於異創的 原創都有的 而比較盛行的異創 甚至乎現在有些B.L 現在真的很流行 是啊 香港也有很多同仁智 或者很多同仁智 譬如狗剪 那裡很多 會有很多人角色 會有很多人畫自己想畫的漫畫 或者說一些受歡迎的動畫 把它改成自己喜歡的版本 去廉價 印刷也要廉價去銷售 純粹是興趣的 不侵權的 如果你說要用出版社印本書去賣 那就侵權了 其實就是興趣業餘 那時來講 剛剛同仁智在香港文芽 在那個年代 我們都在那個環境裡做到自己想做的 你上了這個 早班火車 是吧 對 也很好玩 因為那時香港沒有那麼多角色 沒有角色 我們純粹全部都是做自己創作的 那時同仁智比較 對 那度過了一個開心的歲月 哈哈 還有那時沒有那麼多地方去發表 不是說現在你創作自己一個平台 或者去哪個平台 你就這麼容易 一貼文就對了 就不是的 那時也要製造一些機會給自己 可以這樣說嗎 對 沒錯 變成做了兩年 這個狀態維持了兩年 突然有個出版社找我 你還不還漫畫 你還不做漫畫家 其實那個年代挺有趣的 因為剛剛電腦的出現 電腦的畫面出現 那時我想轉一間公司 就學電腦做畫面 但是剛剛也有人找我 你做不做主筆 讓你做漫畫家 讓你做主筆 出來的書 很難選擇 但是心願未了 做吧 做不到的就回頭 砌稿 對 走回去畫漫畫 嗯 那這個過程是 現在想起是開心 還是有得著 還是都不是 其實你們以為漫畫家很帥 其實很沉悶 不 其實我有第三個選擇 我沒有做到 是甚麼 那時我媽媽就說 你這麼喜歡畫 不如我給錢 你去日本 心躁 那時候 我也挺反叛 不開 現在想想 對 為甚麼不開 那時候 反應 對 整個人生都不同了 否則 可能現在也不會坐在這裏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但是我會覺得 這個選擇是挺有趣 但是自己又沒有走到 所以有時候 人生很有趣 你不選某些東西 就會發生某些東西 你選了某些東西 就會發生某些東西 是很有趣的效應 沒有 就選擇 進去漫畫圈 做一個主筆 自己叫做 還了一個自己的心願 是的 很多人認識你的漫畫 我自己也是 第一眼就是看到女女 是 很漂亮的女女 無論是身材 樣貌 各樣 第二 我自己留意到 我覺得是很時尚 整件事很多時裝 就算看回你以前的漫畫 我都覺得走得很前 簡直是整個notebook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首先 先說到女女 因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想聽 香港人最喜歡這些 主意的東西 其實畫女這件事 你有沒有一個謀思 這麼多年來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秘訣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 簡約醒兩招來聽聽 現在畫女女這件事 變成我的工作 教人畫女女 所以全部都是衰秘密 你上課 我教你 告訴你 怎麼畫 當然 因為我現在開了一班 專門教人畫女生 當然 我上課後 就會分享一下 給大家 我自己覺得 我今天去講一個學校的討論 我也是這樣跟學生說 當著學生和老師面 我都說 如果畫得漂亮的女生 你要好色 哈哈 即是你小孩怎樣 呆了 沒有呀 現在的小孩 甚麼都不害怕 OK的 不會突然打到凸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 不是鼓勵別人 用色迷迷眼光去看女生 因為如果 我想這樣說 就是 我以男生角度出拍 你好識自然會留意女士的線條 因為女士的線條比較特別 比較突出 就不同於男士 男士其實是一些比較健碩 我想女士看男士 有六塊腹肌 反過來看女士 要看她的身材 你懂得欣賞女士的線條 你畫的時候 你會更加入血 每條線 就等於畫她的身體 我覺得會很投入 畫女士的時候 我想問哪件事是最重要的 眼神還是胸 眼神 眼神 是 靈魂之槍 真的 畫公仔和畫女仔一樣 眼神很重要 如果眼沒有神 甚麼公仔都不行 除非畫鬼故 畫精神病人 所以如果要了解一下 怎樣可以畫得 眼神畫出來 就要參加你的畫女教室 我馬上幫你打廣告 謝謝 大家可以去上廣坤的課 另外 有很多人誤會你 色情是一定的 每個人都色情 男和女都色情 但有很多人誤會你 去到一個咸修的地步 但你只不過用一個欣賞的角度去看女女 你會不會很困擾 還是沒有所謂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所謂的 最困擾就是西九龍中心事件 是的 我本來也想說 你自己先說 這是很大的誤會 這是非常大的誤會 澄清一下 沒有 因為我和這個商場 其實合作了十八年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一年後才叫做終止 其實他們的老闆 一直都很欣賞我畫的女仔 因為這樣他們也不理會任何公司的阻撓 也不理會任何商業的決定 他們說我喜歡長坤的女仔 我就要任何時候 比如商場的外場 巴士的廣告 甚至會幫我在搜尋場合作 全都用女仔做主打 總之你畫就可以了 每月都會讓我給我一堆 我畫的女仔的印象去選擇 這個這個我想放在哪裏 哪裏 很誤會 當然 有這麼多合作 亦都香港有這麼多 我覺得 有這麼多道德 在這裡 其實一直都有 大家開始有很多人批判 或者投訴 有些婦女團體 投訴過很多次 我們都擺平了很多次 甚至他們商場的公司 都拆了很多招 最後我們商量 不如這樣吧 我們每次送一些畫 每次都去任審處 大家達成了這個協議 就做了這件事 沒有 送去之後 亦都沒有什麼 很平安 每一次 即是已經送去官媒檢查 去了任審處檢查 他都說沒事 對 每次都放我們 非常好 直到兩年前 就發生了這件事 有個政黨出來拉橫額 又說我們污染社區 又說嫁壞小孩子 又說家長很難做 小孩子看見都閉上眼睛 被人起底 很搞笑 其實那時候也不太害怕 因為我只知道商場的同事 很麻煩 因為他們已經不是第一天接 但大家都心知 我們都送了檢查 你投訴來做什麼 火上加入 最後又說送梅姐姐 哈哈哈哈 我上個星期看手影 看到他 很想找他拍張合照 但沒有 沒有 他走過都找不回他 我真的想找他拍的 即是轟動 他又突然出來 他那時候說什麼 他說嚇了一跳 看到你的公仔 在西高龍中心 就嚇了一跳 但因為很多人 過去百年都在 嚇什麼鬼一跳 有幾下跳 因為不是沒有穿衣 有穿衣 還有最傻的就是 他們不知道我們送了檢查 他們去投訴這件事 突然間引起了社會輿論 也有很多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不同的媒體 在網上支持我 而創了這件事 其中一個金曉雯先生 另一個畫笑畫的香港漫畫家 將我畫的美女 醜化了 變成那些肥婆死殺畫真 好搞笑 是啊 好搞笑 但是 因為他們要求商場下架 嚴重到 那時候老闆 也是很有立場 即是 這個地方是我的 我為什麼要下架 那你們憑什麼 我又送了檢查 那沒有 沒有下架 我最後就要求他 不如這樣 你可不可以 將我其中三幅 轉成金曉雯 我說其實 如果現在的輿論這麼厲害 你換一換 那些人覺得那件事更有趣 可能 適逢那時候 適合打風 那就要下架 因為那些標誌太大幅了 因為以前也試過 被打風吹倒了 嗯 是撕開了整個標誌 那些人就誤會 然後就跪下了 那我就變成 那個商場的市場 出來跟他們說 好戲在後頭 那時候有很多記者找我 好戲在後頭 於是 下了球之後 就馬上掛出來 就變成金曉雯 那些人就很笑 翌日就很拍手 很棒啊 我也記得 是啊 這個 在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我自己想這件事 我操控這件事 我覺得挺成功的 真的挺成功 而且你會記得 會心微笑 而且覺得 你真的很幽默 你說我的畫作 是不檢點 好吧 我現在給我檢點的你 好嗎 但是我自己回想那件事 其實是荒謬的 對 說真的 你的商場在深水埗 其實如果那些小孩 要一到街上 甚麼都看到 不用看那個標誌 第一是這樣 第二 其實有些 那時候有些 政治的風波 區議員 有做了一些街坊 其實那時候 不只是找我做訪問 那麼簡單 其實很多人都主動去做一些訪問 或者去現場拍攝 其實因為那時候 真的是一個社會的 說話 這件事 說話 然後就問那些小朋友 濕水埗 你有沒有覺得這張畫 你有甚麼感覺 小朋友看了 我很開心 對 那個女生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色彩 我每次走過都看 有個姐姐在那裡很漂亮 二來有很多色彩 我每次走過都很開心 是很好笑的 這件事 當然是 其實根本就是你大人家諸 在一個小孩身上的所謂的想法 然後就利用他 去針對一些東西 其實有些 坦白說 有些 未有人認識的議員 想出位而已 就好像做娛樂圈那樣 有些女生 想別人認識他 就坦空露臂一下 一天是道理的 誰知道他沒有做資料搜集 衰座 衰座 讓你玩回頭 不要這樣玩 我不是玩他的 不是 幽默而已 我不是玩他的 因為我想借平台幽默 第二就是 既然有件事發生 純粹推出 做創作就是這樣的 有個機會來 你便抓一個機會 去做一些 別人意料不到的事情 給大家看 但這件事又引發了另一件事 當我們做了之餘 火上更加有 當然這件事 之後 我擺完金小民 那些 隔壁再把我另外的三幅 再上架 那些人就覺得很嘩然 那時候 沒有辦法 老闆受壓 因為可能 商場那間公司 比較保守 裏面的人 就給壓力 老闆 老闆 都不出聲 那 掛了一年之後 我也有聯絡他們說 換不換 他們都 不敢找我畫東西 是的 那都半跪低 那我也是那句 一個財團在香港 可以不跪低 真是極少數 那我也很尊重 之前 是的 都支持了你很久 是的 但是這件事也都 就是在畫女仔之餘 也有另一個荒謬的社會現象出現了 就是 當時熱熊熊 我也有 我個人 是比較衰革的 我很喜歡 就是 說一些人不想聽 記者被人聽 當然不會特地挑釁別人 那我當時 我也問過一些傳媒的 當年還有蘋果 在那裡 那些蘋果記者 就來問我 訪問 那我就 問他們 一件事 其實呢 我一直都有創作 是的 為什麼呢 我平時創作的東西 你們不來訪問 我要搞這種事 你們才來訪問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那些記者 每個人都 嘻嘻嘻嘻 以笑遮醜 是的 明白 因為 難聽說 香港主力 都是圍繞著歌詞 是 食花生大的 我們就 沒有一些東西 輿論出來了 就很少有人留意 這個藝術界 沒錯 再深層一點 這件事是新延到今年 剛剛結束了 跟金小民 一個叫雙喜的展覽 在銅鑼灣 因為其實延遲了一年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想把西九龍中心 當時還有些餘溫 我們希望把這件事結束 告訴香港藝術界 或者說給漫畫界的朋友 或者所有人知道 我們現在去到第二個媒體了 即我們可能是版畫展 或者未來我們分手會做其他事情 我們這件事正式結束 當然了 遲了一年 但我覺得遲了一年 應該不會說沒有人理 畢竟那件事 這件事這麼大件事 其實 不過我打定輸數 坦白說 因為我太清楚香港的環境 那個展覽 開始到結束三個星期 我見不到當年的熱鬧 我已經 即我心裡有數 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是的 即不會說見到 哇 金小雲和林祥坤再走 是那件事 我想起 或者有些人 那時候會安裝一些精神出去 放在這件事上 他們會加了一些精神 不跪下 好支持 有原則 初心 是的 那種原則去了哪裡 或者你欣賞我們那個角度 又去了哪裡 我又見不到 是的 所以這個是多諷刺 也都引證了香港人 是多現實和多善亡 以及像你說的 多喜歡吃花生 唉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吃你的花生 因為還要說說你其他創作 好 好